柳苗 柳苗是秋天過後 11月到下年的農曆新年之後 這個時候是當做的 12月中左右 那時候最好的時候 柳苗和柳杯都是同一種植物 其實是荷蘭豆的暖芽 柳杯是最暖的一段 最頂三塊葉的一段 豆苗可以是第二段、第三段都可以 因為可以連同一些狂 吃下去的口感 豆杯一定是嫩滑 而且不會有渣 因為它只是嫩葉 豆苗就比較有咬厚 吃下去爽口一點 但是吃下去會有渣 價錢我想是相差相當軟 通常豆杯在外面買 大概150-150斤 但是豆苗我想四、五十元一斤 就已經可以買到 如果你選豆苗 最重要的是選一些深綠色的豆苗 深綠色即是說它新鮮 剛剛摘下來沒多久 如果豆苗開始變黃色 或者顏色越來越淺綠色 即是說它擺放的時間久了 就不會那麼新鮮 冬天的時候天氣比較乾燥 它離開了荷蘭豆之後 它放在這裡又浸水 如果放得時間久了 它一定會砸 如果你買的時候 你選深綠色的 就算它砸到 不要緊的 你拿回去洗的時候 一浸水 它自然就會漲 首先你用一些動物的脂肪 因為它的動物脂肪 它會比較高 油脂夠 令豆苗更滑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炒的豆苗 如果可以比較老 新一點的 你炒久一點 炒熟一點 吃下去就沒有那麼糟 你可以早點洗豆苗 可能早一個小時兩小時洗 然後用沙機 把豆苗水晾乾了 然後炒的時候 出的水一定會少一點 豆苗本身有些草青味 如果不用薑一斗 你炒完之後 可能就醜青脆 也待會兒 炒到好明天 還是什麼 炒到好明天 也待會兒 炒到好明天 超好明天 好明天 炒到好明天 要不要灯 所以 失贈 imagよ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